我平時是可以親人多次 但我看來第一次這樣 這可以的 第一次的 我們兩個都有特別受選一下 對 但他天生力值比較不用 我需要後天努力 沒有 不要這麼客氣 好不好 現在要回答是不是 好 其實我是很喜歡小孩 然後當然我覺得 慢慢順其自然 我覺得越多越好 想要只要我太太答應 我都可以 他那個時候是說 一個球隊 我就這麼考慮一下 對 橄欖球隊 然後你確定說 我不想要加給你 他媽的帳戶 好好回答 覺得他心底很善良 對 就是有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很常看到就是他很善良的 就這樣子 你呢 對 我呢 你還會反問 會啊 年輕貌美 當然還有就是善良 對 你幹嘛抄我的答案 求婚儀式啊 你會這樣嗎 有有有有 當然我覺得這部分 還是必須的 我們去了一個比較 對我們兩個有意義的 一個地點 然後在那邊 我跟太太求婚了 你願意嗎 好 好 因為那個地點 對我們兩個來講 是我們之前 一起約會的時候 去的地方 給人有一點點冒險的感覺 對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在婚姻的路上 我們也會一起 經歷過這些路 就是希望接下來的 接下來我們兩個人的道路上 是可以一樣 是一起相隨的這樣 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部分這樣 對 然後我們回看 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一直笑我說 我不到零點 零一秒就答應他 對 因為我說 你願意他 你願意馬上 對 你願意他願意馬上 其實我滿希望的 對 我滿希望 就是我老婆可以管我的財政 因為我覺得 她可以幫我報稅 但她對數字是完全 完全沒有任何的概念 所以不是我不想把財政 交給我太太 是我太太叫我管財政 沒錯 沒錯 對對對 沒關係 我負責管那個 未來的大方向 你管財政的部分 就OK OK OK 可以 嗯